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经质 也代表着万物蒙发 就连恼人的外来昆虫 红火蚁也大举的入侵私虐 光复乡马台湾公园红火蚁大肆的进驻 土丘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么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接获通报后 为由张世大以及民营害虫防治公司来现场投药防堵扩散 并且插上了旗帜标志 来避免民众误采以求而被遮伤 才刚整顿完成的马台湾公园每轮每换 不仅是光复乡的入口门面 也是民众修期散步的最佳地点 不过这个好地方就连红火椅也不放过 大局入侵进驻 花圃大树旁都明显看得到他们建造的土丘堡垒 看得是令人头皮发麻 然后公园呢这个情况算是非常严重的 大概你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有红火椅的椅丘 然后有插旗子 这些旗子就代表这是另外一个椅丘 所以它这边的红火椅的危害呢是 其他公园比较 对跟其他公园比起来算是非常严重的 接获通报的国家红火椅房子中心也随即委优账势大 以及民营害虫房子公司人员到场都要防堵红火椅扩散 马滩公园红火椅危害程度相当严重 但却因为碍于大树电感灵力 不是用于无人机撒药 因此改由私人防治小组来进行 我们在这边呢主要是让这些红火椅可以降下来 那比如说在公园或是游戏区的地方呢 比较不会说游客来的时候 那个脚踩下去会造成那个红火椅的叮咬啊遮啊 并造成他们的危害 对啊我们主要呢 近几年会在这边做全面的食杀 那请大家就是看到红火椅的时候 不要去翻它不要去惊动它 不然怕它会往更多地方扩散 那我们撒药的那个有效会出现明显效果的期限 大概是三个月到六个月 因为要让它的幼虫慢慢不要长大 然后整体的这些数量呢才会逐渐的下降 所以我们撒这些药呢 一年大概会撒三到四次 那我们会进行很全面的撒播 那这些呢红火椅呢就比较不会再造成附近居民的危害 相较于其他地区红火椅的自然扩散 现场防治人员指出 光复地区由于农耕活动频繁 红火椅很容易随着农机具或灌溉用水 四处漂流迁移扩散繁殖 因此从农田旷野到社区公园 道路安全岛上都有 从五六年前开始光复乡发现 红火椅中机至今已经扩散到两千公顷左右的面积 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也全面监测撒药防治之外 以护卫民众看见公园有不明土丘 千万不要任意踩踏 避免误出红火椅地雷而遭咬伤 应立即通报乡公所或地区农会来进行撒药 共同防治红火椅扩散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